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离5月28号正式的公开课还剩下最后几天了 我是陈军卫 认识我的朋友可能几年前就已经知道 我发明了一套可以按顺序记住任何一个单词的 英语单词的一套记忆法 现在几年过去了 现在已经逐步发展成 由原来的可以按顺序记住一个单词 到现在进化到10秒钟就可以记住 到5秒钟到现在 今天我直接平均每记住一个单词 只需要3秒钟就完全够了 就是平均不管你多长 总时间3秒钟之内就要可以拿下来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记住一个单词 比闪电快两倍 你眨眼快百分的40 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速 最精准 最彻底的英语单词记法 绝对没有万一 我记得早期最早刚开始在学习英语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我学习英语跟别人认为可能不太一样 我个人之所以学习英语是在很多年前 当我要开始去阅读一本图书的时候 或者说要去查一些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英语我根本无法看懂 那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困扰 然后我目的就是为了攻克 就是完全跟本地人一样的 就是具有跟英语 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公民 本地人完全相同的能力的这样的目标 而去学习英语的 所以我当时我曾经尝试过 所有的英语语言的各种各样的学习法 包括我们国内的比较知名的 李洋英语 逆向英语 新东方的语言培训的学校 还有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书各种各样的课程培训班 我通通都参加过 但是这一路学过来 我发现就是 当然每个每个培训的课程都有各有各有所长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也你也从中会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离我自己的目标 我的目标就是要跟本地人一模一样 我我看到就是我查阅了一些资料 如果你要想成为根据有本地人一模一样的能力的时候 那可能你光记住单词的词汇量可能就要 最少本地人要掌握八万个以上的单词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总的数量 现在的英语的整个单词的词汇量已经超过一百万以上了 如果你按常规的这样的学习方法 然后这样去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现在目前的话 所谓的六级四级八级那东西 八级最高也就才八千个单词 八千个单词和八万个单词之间的距离特别遥远 你哪怕你就是过了八级 你其实还刚刚买英卡还没买进去 掌握一门英语一门语言 你不是说只是为了应付一些日常的这样 这样的基本上的应用力 我我协议我是为了阅读 我要自由的去阅读任何的图书 如果你比如说对经济感兴趣啊 对G3G感兴趣啊 我对对任何的政治啊 或者文化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只要任何感兴趣的一个领域的话 你随便要拿起一本书就直接能够阅读 我是抱着这样的目标而去的 而且查资料的话 我也一样 你你不管写任何一个 哪怕是技术一些说明书 电脑上显示出来的一些新闻啊 或者说一些软件里面的说明书 你都要完全能看懂 但这个目标的话 基本上在国内 不管用什么方法 基本上没人能够做得到 所以我只能 当时我想就是说 既然所有的方法都无法实现 你要想办法来改进 你的流程 尽量的话 你看看能不能寻找到 哪怕就是一点点的就是强项 比如说某一种培训的学校啊 每一种培训的方法 或者某一本书里面的 某一些好的想法 能够促进你的学习就好了 你把它整合起来 但是我在那个过程之中呢 花了很多精力 然后了解了 参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培训 实际上离子的目标 还非常非常遥远 或者说基本上就不可能实现 因为我现在目前这样在反观 就是我跟一些比如说 哪怕是学英语专业的一些学生啊 或者一些从事外贸的 因为我以前也接触过一些 做外贸的一些朋友 然后基本上要达成这个目标 基本上是非常难的 基本上没人想都不敢去想这事情 但是我又非要这样做到 因为否则的话你 阅读除书 就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卡壳在那里了 对不对 那我当时就光学习记忆法 我就写过了所有的 包括大家知道的 比如说像词根词锐记忆法 然后那个发音记忆法 是吧 使经背 不择手段记忆法 还有各种图像记忆法 所有的记忆法 我通通都用过 但是他们都有很多 缺陷吧 都很多东西不足 比如说它不是很彻底的 所有的 现在目前的话 包括词根词锐的记忆法也好 发音记忆法也好 其实都不是属于很彻底的记忆法 比如说我以词根词锐为例吧 词根词锐 它其实是一种变化的 它跟中文的边旁不守 并不太一样 中文的文字它是固定的 比如说 左边比如说三点水 就是三点水 它不会产生变化 那比如说你 右侧的边旁也一样 它基本上是按固定的 它是形状永远不变 但是英文的单词 跟中文其实不太一样 英文它是要考虑到发音 它这个单词的话 同时要兼顾到发音 如果你发现 发音有需要的时候 它就会做调整 中间会再插入一个母音 或者插入一个腹音 然后来让它整个阅读起来 就是说能够更加顺畅一点 也就是说英语本身的单词 它是带声音的 而中国的中文的字 中文的字 它是不带发音的 我在尝试了所有的方法 无效的 以后我忽然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 能不能尝试着去 就是有没有一种办法 能够把它按顺序计单词 就是按顺序 从头到尾 按顺序计过去 这样一种方法 能不能把它创造出来 我当时忽然这样 灵感一来 我就忽然想到了 这样一个点子 当然有了这个想法以后 我就开始 我就去查业 我查业了大量的 所有的这种 有可能 常见的这样一个字母组合 把所有的 这种常见的字母组合 全部都找出来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然后我就慢慢 给它完善完善 然后就有一天 我就完全弄通了 就是按顺序 可以完全记住 就是没有漏洞 没有 我说的彻底就是 没有说 溜掉一个字母 或者扫掉一个字母 没有 它是彻底的 我们现在的记忆方法 是没有漏洞的 是完整的 彻底的一套记忆法 不是说半屯水 或说磨灵两可的记忆法 当记忆 当时的记忆法 已经进入秒记阶段 那记单词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时候 我当时就认为 这个时候应该进入高速的开始学习 应该开始进入一个快速腾飞的阶段了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然后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我在 也就是实际上在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 就是当已经记单词不是问题的时候 我很快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你会记住很多单词不代表你就是能够读懂一本书 为什么 因为语言它是需要结构的 它有很多单词组成的 但是你如果只是记住了大量的单词 相当于说你手中只是掌握了很多 认识了很多零部件 但是你如何把这些零部件给它组织起来 变成一套有效的架构 就是把这个东西组织起来 变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这其实里面是 还涉及到一个语言结构的问题 语言架构的问题 那么在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尝试着寻找很多跟语法有关的书 然后大量的书全部买回来 阅读各种教材都阅读 到后来发现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好像教材的话模拟两可 你从头到尾看到尾看到尾 但是你要实际的应用带还是一样 我永远我检测我自己的英语水平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 永远是一个就是拿起一本书马上阅读 如果这样书的话 就是我就不看太多理论了 就是相当于说你说如果你要是会 你教人家是去攀登珠木朗玛峰 那么标准就是直接就登珠木朗玛峰 而且要登上去 如果登不上去的话 所有东西都停留在理论上 那我经常就这么去检测我自己 如果我觉得我英语已经可以了 没有问题 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的最简单的检测方法就是 要不然就拿起一本书直接来看 要不然就直接在网上听各种各样的新闻 原版的英语原版的新闻 或者视频各种教程 直接在线看 看耳朵有没有听懂了 或者说你眼睛直接拿起一本书 或者看很多新闻 是否全部看懂了 如果看不懂 说明你还有很多问题存在里头 就是你还要改善的东西还要非常多 那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就是说除了你学英语的话 除了你会记单词以后 如果你无法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单词 有效地组织起来 而且能够在看懂单词的情况下 然后能够知道一个句子的意思 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算懂得语法 是吧 那我当时的话 因为我知道语法书也很多 大家都看到 包括你大家到图书馆里面 去看很多书或者教程里面 太多太多这样语法的书 但是你从头看到尾都 看下来你还是无法去读懂 一个句子完整的意思 当时我就很困惑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 甚至我当时我还记得 我当时就是说 反正我的目标是要全部功课 要跟本地人一模一样 那既然的话 反正都要去学的 而且都要学透的 那我干脆我就从最高级的英语语法 开始学起也没关系 我就细细都买了那种很厚的 好像是薄冰英语语法 高级英语语法 然后来看 不管是看初级还是高级的 都是一头五水 高级的是讲得很详细 更细 比初级的我们正常的 常规的这种语法的话 那讲得更细 那我当时就困惑了 为什么英语语法讲 从头讲到尾 你看了那么多资料 怎么就 一个简单的句子就理解不了呢 这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当时就一直困惑在那里面 一直都理解不了 那经历了很多课以后 后来我忽然发现 我就尝试着 我就 我还是一样 我既然所有的课程的话 这样让你越读越糊涂 越读越糊涂 我就尝试着 我就直接去理解试试看 在这个时候又进入 第二个阶段的探索 我本来以为 我的人生就是 最难啃的 就单词那块啃下来 就已经结束了 剩下东西 反正都很成熟了 什么语法书到处都有 反正都能看懂 然后那个 发音那些也有很多教程 本来以为这样就完成了 那实际上的话 就是英语语法 以我现在来看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语法书 我是这么定义的 那传统里面那很多的 叫做语法的那种语法书 到底是什么资料呢 我现在我这样 我个人感觉 那个更像是一本语言素材的百科前书 它给你讲了很多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定义素材 然后就一大堆名识解释解释解释一大堆 什么叫名识 什么叫动识 然后就啰哩啰嗦讲一大堆 而所有的这些解释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解释 因为我们在小学 在初中的时候 基本上就全部写完了 你为什么要啰哩啰嗦 要再讲一遍呢 而且这个东西 百科前书自己随时去查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也很方便 在这个时代里面 手机打开搜索一下 就能马上获得这种百科前书 真正关键的学会英语语法 不是去背那些素材的百科前书 真正语言的语法 它是一种架构 你要的是知道 这个语言是怎么构成的 这才是真正最核心的关键 那我当时在后期的时候 不停地在阅读 在看资料的过程中 我发现真正最大的问题 就是方向完全学错了 我们以前都以为 那个传统的百科前书 语言素材的百科前书 一直当成语法来用 然后的话根本头脑里面 就没有一套架构 就没有知道一套语言的结构 是怎么构成的 那如果你要想要学会语法 特别你是作为中国人 作为中国人 或者说你作为任何一个 其他的国家的人 想要学习另外一个国家语言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需要学习架构 但是你如果只掌握一种语言 还是一样 你也不需要学习架构 为什么 因为你就品习惯了 人家上一辈人怎么说 我就接过去 我就继续按这样的方式去说 就不需要去考虑到这种架构的差异点 然后再进行转换的问题 那现在目前的话 因为这个时候我发现了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完全死肯 我就直接拎着这个书本 然后把它整个语言结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硬推理出来 我现在已经把它 完全地排序出来 就是把中文的语言结构 如果你要是现在以后 你不要问我 就是如果你说你很懂语法 可能我会先问你 就是说你能不能把中文的语法 先告诉我 到底中文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说的那东西素材没有用的 素材的话无法解释 为什么需要知道 你自己的语法结构 也要知道你要将要学习的 那个第三方的语言结构 然后找到两种语言的差别 知道它们在哪一部分的素材 被排序到另外一个位置上去了 当你知道两种语言的架构的差别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转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现在已经就是 在后期的摸索过程中 又花了我两三年的时间 然后在期间的话 当然还包括进入第二阶段制 因为语法 我在学习 在攻克英语单词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机会去太多时间 这样去大声的朗读 因为要思考 而且我查找了所有的 那个一个文字 文字里面的这个成分 然后查查查 查那个资料 花了我很多时间 花了两三年时间 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开始我以为语言 那个记当时已经开始彻底攻破 开始要势如破族 一路的直崩直崩到目的地 直接快速的冲向根本地的一模一样的水平 这样快速的直打目的地的时候 就发现卡格在第二阶段又来了 就是语法的问题 然后在寻找这个语言结构的过程中 后期的话我就完全抛弃了所有的书本上那种那种那种素材 因为你研发的再多你看了再多的所有的教程都没有用 它再生化无非就是把这个素材 原材料的东西解释的更加详细 解释的更多一点点 但是那个东西它依然没有解决架构的问题 它并不是去解决架构 就像一个人比如说 我要教一个小孩去走路 那你一开始你就对小孩老是说 走路什么叫走路 然后就开始对走路两个字进行明识解释 摔倒然后就摔倒的明识解释 百科全书那一大套给他念给他念 毫无意义 你要小孩就让他走 你要保护他 预防他怎么摔倒 然后让他开始把腿埋开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对学生方面 整个语法架构方向完全跑偏掉了 而且到后期那种所谓的那种素材 你哪怕被人 你最终记住也是一样多 我说明识 明识你被来被去 我再过几年 我再问你明识 你解释我根本不用被人 其实能解释的都是差不多的 能解释到多少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你要想要了解更详细 你自己打开百科全书 一收手不就马上跑出来吗 是吧 最关键还是一样 语法是一种架构 你要了解是怎么样的 到底是怎么构成的 那我现在这一次的话 公开课中我会告诉大家 就是整个语言结构是怎么样 然后我会跟你详细的讲 中国的中文的语言结构 跟美国的 或者说跟你的语言结构 它到底排序在哪里 有什么差别 到底差别在哪里 然后告诉你具体的这种 这种结构的不同 然后再进行转换 这一点的话我将会在公开课中 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一点 还有一个发音的问题 我发现我因为那个时候已经 既当时不是问题 我就有时间了 我就可以阅读了 如果看到电影里面的发声 我就跟着模仿 然后课程有发音 我就跟着模仿 都发现发音又出了问题 发音又发出了很奇怪的声音 跟他们本地上发的都不一样 而且中国人很多老师发音 也跟美国人 我是以美语 我模仿美语为主 我个人讲是主要以讲美语为主 那其他的语言的话 语言的话 不管是美语还是英式的英语 或者印度英语也好 其实就是一些口音上的差别 如果你要是刚开始 如果你要确定你以后的方向 你想要让自己的口音 更加接近哪个国家的声音的话 你就去模仿那个国家的发音 这样的话就是 后期要版的话 你调整过来很难的 因为语音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比如说你让印度人 他早就已经有了一套发音的系统 然后已经习惯了采用那种 印度式的这样发音方式 你要让它变成美式的发音的话 是很困难的 就像我们中国人 如果你是至少出生在 东北那一带的口音 它发音相对比较深层一点 跟南方的口音就不一样 你到河南的口音又不一样 你到四川口音又不一样 如果你要是一开始 就是模仿湖南的湖北的 类似这样的口音 然后再模仿其他地区的口音 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你再转过来就很困难的 所以一开始就选准一个 你要将要去变成口音的方向去模仿它 这是很重要 不要所有的教程 所有的声音都在模仿 因为模仿出来后期的话 声音就很难纠正 就是从一开始就模仿那种 比较你想要去接近的那种口音 那我平时模仿我都是美式口音 所以我现在发音的话 到时候再公开课的时候 如果想要我可以展示一段给大家看 其实我说英语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见过我发音的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我在EU的时候 我曾经我也在那边 就是那个地方有很多外国人 我在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 在曾经就是借助那个平台 有的时候在那个商贸城门口 然后经常会跟客商这样交流 很多人都在边上听 围着很多人 口音的话你要记住 你要模仿什么口音 你就变成了什么口音 你要一开始就模仿比较接近的口音 然后后期就不需要调整 而且你听懂都能听懂 比如说你会 你掌握了美式的口音 你英式的口音也能听懂 印度的口音都能听懂 而且你一开口就知道 你这是来自英国的 或者来自哪个国家的 大概的方向是不会错的 那印度的口音 你只要一开嘴我就知道了 它都完全不一样 甚至的话 我都模仿它都可以模仿 但是你就是最接近的 你将要长期要使用的那个口音的话 你一开始就去模仿它 模仿比较正 然后就是你主要的 未来的话主要的口音 就是你属于你个人的 那你一开始就模仿最纯正的口音 然后去模仿它 发音的话 在中国学英语的 讲英语的这些人群 所有人群 包括学习英语专业的学生也好 发音基本上都有问题 可以说90%以上发音 都是有问题的 这一点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呀英语专业的学生 肯定是发音非常牛 非常不错 其实我现在我一听的话像正常这样 因为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外貌的 还有一个英语的老师啊 现在平时的课堂你随时打开 看到很多讲英语的老师口音 只要是中国人一听就知道 是中式的发音 一听就知道 他真正我就是去听这样的话 在中国里面能够真正把声音发好的人 极少极少 大陆的 我说大陆 香港那边好像好一点点吧 香港可能环境可能他至少有的时候 在有那种语言环境可能会更多开口的机会吧 是吧 中国的话很多都是考试考试 用笔这样子整天去去做这种各种各样的笔试 然后这样这样去 而那个考试的东西更多的 我感觉个人感觉那纯粹是属于经验 跟其实也没有涉及到多少语言结构 更多的是一种经验 你经验的东西你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去考太多呀 你先把所有的单词先写下来 然后你会用了 你整天都在看书 看多了经验就越积累越丰富 那本身就有了 你为什么需要去考试呢 我如果检测一个人英语的学习的标准 其实我就用四个最简单的标准就知道 不管你参加任何一种考试或者一种培训 或者说你去听说任何大师来了 什么学习英语的大师来了 你看看你这个课程到底你去参加了以后 你是否有收获 我用简单的四个标准就马上可以检测出来 哪怕就哪怕写到一点点也行 或者根本就没写到 你都马上知道四个标准听清楚了 我叫三大基本功就是最基础的东西 三大基本功 比如说如何把单词记住 而且要快 如果你去参加一个课程 它不是教你如何快速的把英语单词 全部啃下来 全部学会 那么它有没有别的内容呢 第二个标准 就是它能不能帮你把一个语言的结构讲清楚 结构讲清楚就不要说了 就没人讲过 这个语言架构法 语言架构法 我应该算是第一套吧 还是一样的 5月28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一讲 整个架构 基本的架构 关于细节的描述的话 因为涉言内容太多 我后期的话会在我的个人网站上 就我陈军卫前评 陈军卫.com这样的网站 到时候去我会把课程逐步的制作出来 然后就是第二个 第一个就是计单词 如何快速的计单词 越快越好 第二个 能不能把语言的结构讲清楚 就是所谓的语法 语法 我现在的 给大家讲一下真正语法的定义叫什么 语法就是语言的结构法 或者说叫做构成语言的方法 构成语言的方法 或者叫语言的结构法 或者叫语言的架构法 这就是语法 如果没有讲到构构 你只是对各种素材的解释 那就叫做语言素材的百科前书 你说有没有价值 也有价值 但是那看到素材 你看到 你比如说像生活中 很多经验 你完全依赖百科前书 你从头查到尾 你能获得这些真正的技能吗 没有吧 它只是虽然讲得很详细 对不对 结构就是语法 第一个就是如何快速的技术单词 第二个就是语言的架构 有没有给它搞懂 第三个就是发音 有没有正确的发音 有没有纯正确的发音 如果你不会发音 那么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在中国的传统的课堂里面 其实包括英语专业的学生 我前几天我刚才在火车上的时候 我刚好碰到一个学生 就是学英语专业的学生 我看到书本 其实跟高中初中那些课本 课本或大学那边课本 其实都一样嘛 无非就是一篇文章嘛 对不对 一篇文章 然后背后就标一些新单词 然后出现 然后就让你去把那新单词出现 然后就是一大堆那种素材的解释 就这么一个构架 可能他英语专业的学生相对来讲 他可能会在某一块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学英语而已 那你学其他专业可能更多时间会去学其他专业的一些专业知识 对不对 不管你是英语专业的学生 还是不是英语专业的学生 其实都一样 检测标准都是完全相同的 我先把整个介绍完 先给大家讲完 第三点 第四点 第三点看哈 我叫三大基本功 第三点 就是你的发音是否能够发好 是否能够很纯正的把它说出来 那英语专业的学生也没有 基本上是老师在上面讲 然后的话学生在下面听 而根本就缺乏说话的训练 就这么简单 你说话缺乏训练 你的听力也缺乏训练 那你就不可能听力很好 也就不可能说出很纯正的话来 语言本身就是需要说说说 不说的话你怎么有可能呢 你纯正从哪里来 从何而来呢 这是一种日积月累的训练 它是一种熟练度的问题 你不停地听 不停地说 整天在听 整天在说 你自然而然就存证了 自然而然就存证了 你要模仿它 知道它怎么发音 当然它发音也要正确地发音 发音的话 我其实也做了很多总结 其实发音的话 我甚至可以说 如果哪怕你说懂英语 你可以过来 我教你 90%以上的中国人发音 我可以帮你纠正发音 把握基本功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把基本功给它把握好 把它掌握好 就是我所谓的三大基本功 把单词记住了 把发音发好了 然后把语言的结构理顺了 就这三点 我叫三大基本功 还有一点 就是方法的问题 学习法 学习法的话 你虽然都是去学 不管是传统的书本也好 或者其他也好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 你就可以加速你的学习进程 不管是提高你的发音也好 发音我刚才说的 所谈到的一些经验 其实也是一些方法 对不对 你同样一本书 如果你要是用纸字的书 你就查这点速度就很慢 如果用电子书 就是我们说电子不伤眼睛的那种 电子 纸张的纸 电子书 那种书 你手按下去 要马上翻译出来 你不用等待 而且让它马上发音 马上耳朵听到了 马上就可以模仿它发音 是吧 你跟指示翻开的话 你打开一本字典 你就翻一个 翻一个 把这个字单纸给它查出来 查出来知道这个字 你还没有听 没办法听到发音 对不对 发音又不懂 听又没办法模仿 又不能说 然后的话 查输入又很慢 是吧 当然现在当然可以 用手机来查 是吧 这样查 一个用手工输入 还是还是偏慢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 包括你日常的 见到一个陌生的当时 如何去快速的记住它 马上弄容它的意思 等等这些 需要大量的经验 这个东西就叫学习法 学习法也可以用上 就是我叫做 三大基本功再加上方法与应用 三大基本功与方法与应用 三大基本功加上方法与应用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 你看看有没有学会 如果没有这些标准都不掌握的话 基本上你去参加任何一个课程 基本上是在浪费时间 毫无意义 而且你的进展非常慢 中国的话 现在真正村镇 能够发音发得很正的人 没有 微乎其微 而且你在国 我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 也有一些中国人 也会讲一些 发音也发得还可以的 但是他们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 有的时候在海外有很多年了 比如说我想一下 比如说百度的总裁李彦宏 他的说话就很流利 知道很流利 成龙也蛮流利的 那成龙是香港的 那我想一下 上一次我看到马云说话 那个口音还不错 但是他还是有点口音 他可能早期是我听他讲了 好像有点像刚开始早期 可能是音式的音语 好像然后再转到美式音语 因为美式音语的发音 他的发音部位是从这个腹腔发出来的 很浑厚很纯正 一听就知道 然后的话我想一下还有谁呢 鲁玉 我上次看到鲁玉的节目访谈的时候 我看到没有看到完整的说 但是他嘴里面崩出来的东西 我就知道他的发音挺好的 那鲁玉好像也是香港的 是吧 我再想一下 那个金星 我上次就看到金星秀 就是鲁玉去访谈金星的时候 他们虽然都没有直接说英语 但是他们在交谈的过程中 嘴里面崩出来一段英文 我就知道 因为其实判断 甚至就是看你到底英语实力如何 其实判断也是很简单 判断就是 就能不能条件反射 就直接说出来 不要在那边讲什么对错 对错其实不重要的 为什么对错 对错东西 我们现在我跟大家讲一下 像传统教育里面所谓的对错 到底是 他到底在考些什么 到底在考些所谓的对错 到考些什么 考的都是一些习惯 比如说我这个语言 就是我们说的日常口语 口语班 它就无非都是日常的口语 它并没有解释太多结构 但是它都是经验 都是说话的经验 把这些经验 日常的口语的经验 一段一段录下来 像我这样的话 你让我去讲口语 讲这经验 我都不如别人 你就可以去模仿几句 但是我是通吃的 我是为了看书 为了阅读 为了听各种专业的素材 各种资料 我想要看去查业资料用的 是吧 然后日常口语 当然我也会来 因为你整天听课 整天听各种各样的讲座 各种教材 你当然也已经模仿了 大量的教材 但是很多所谓的口语 其实就是日常的口语 简单对话 有的时候 你说口语书送到我眼前 我还看不懂那么简单的东西 你看都不想看 没什么意思 但是那个东西 它也是习惯的积累 是吧 也是习惯的积累 你可能你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去模仿那种口语 交流根本没有问题 我都把我的产品 我都卖给好几个国家 而且我从来就没有去模仿过任何的这种口语班 而且外国人看你这样说话非常吃惊 为什么 因为你发音跟它完全一模一样 它根本自己连它都觉得很奇怪 然后的话你又 因为你没有模仿过 模仿过日常的这样的口语 没有专门的去模仿那种口语 然后你是很自然 想到什么就说出来 想到什么就说出来 然后的话你说东西 因为你是 在传统的语法里面 它会教你 比如说 就像有点那种爬等级游戏 四级英语 六级英语 八级英语 一路一路往上爬 如果你的等级 它觉得你没有达到六级 所以你就在四级里面徘徊 然后六级的 当时你就没有机会掌握 然后的话八级的当时也一样 爬到六级以后 八级的当时又没有机会掌握 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 是吧 因为哪有分级呢 那当时哪有分级呢 当时你任何当时不都一样吗 你一出现我就三秒钟就变成我的 哪里哪来的什么分级呢 英语当时从来就不存在分级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要通知 你不要去想什么分级分级 谈着分级还是毫无意义 然后你如果你要是有实惠量 足够的实惠量 就哪怕英语呢 很多比如说英语专业学生 那翻译吧 他们也是表达的东西 可能就在一些专业那些东西 他可能会讲的比较流利 比如说我做外贸的 怎么包装 怎么海运 谈判这些东西 跟商务的有关的人也可以 但是你要是随机任何东西 你随便谈 一想到什么就谈出来 他们会很吃惊的 虽然你的语法 你的语法不是那么存在 你并不是那种的 属于那种 属于那种传统语法书上 说的那种的就是去模仿了很多这样的口语 我从来没模仿过 但是你会谈到任何东西 你都可以自由地跟他们交流 崩出来 但是很多习惯上又跟他们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东西充满乐趣 你不觉得吗 而且交流零障碍 你有什么障碍呢 我虽然说出去不是那么接近的本地人 可能跟本地人的习惯有差别 但是他都能听懂 如果他没有听懂 我马上第二季就过去了 如果不行 我再第三季马上就过去了 我根本不用停留 对不对 其实都一样的 对不对 你记住 你想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基本功重要 还是花钱秀腿更重要 你自己想一下 比如说你如果 你要想要当一个武术的武师 你是到底是为了 一天到晚练一套花钱秀腿 在舞台上去表演呢 还是为了你有这个实力 不管你什么 你翻一百个跟斗没用 你过来 我一拳打一下过去 你瞬间倒在地上 随着实力更大 你随便怎么打 我毫无感觉 是不是 你肯定要 基本功要把它打捞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小技能 你要这样模仿 那太简单了 我现在 比如说像日常口音 那东西还用模仿吗 那东西如果想要模仿 我也可以 比如说我花一年两年 然后或者说我到 到美国去 那我不用模仿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一句 我就可以模仿他一句 够简单了 或者说你看看电视剧 电视剧里面 不是都是日常口音吗 你要模仿他 都很简单 这些都很简单 最关键的还是一点 把握基本功 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好了 因为时间上非常长出 有的很多东西的话 到现在也一年两年 没办法给他 完全的讲得很透彻 那还是一样的 5月28号 2017年5月28号 晚上8点 让我们在抖鱼直播上见 使用电脑的朋友 可以先打开抖鱼的网站 就是抖鱼的前评 抖鱼.com 然后在搜索框中 输入成群位 或者房间号 2208 767 点击一下搜索按钮 你就可以马上进入到我的频道 然后点击进入到我的房间 就可以直接参与 直播 在线直播与互动 手机的朋友的话 需要在手机中 先安装一个抖鱼的应用 然后打开应用以后 照样的 也是在搜索框中 搜索陈军位 或者房间号 2208 767 就可以直接参与在线 互动与我 直接在线的交流 让我们准时的 在公开课中见面 我希望如果大家 如果想要学英语的 一些朋友 现在过来 我们好好的交流一下 到时候现场里面 如果有什么问题 然后可以我们现场的 直接的交流 然后最后一点 我就讲一下 就是说 我在我的印象中 很多朋友一听到说 哎呀 学习英语那个东西 好像一想起来 就直接很害怕 感觉这东西 好像非常不可思议 怎么有可能 就一下子 就要能够快速的 就会把英语学回呢 他们都 根本就不太相信 这个东西 是可以成真实的 就是说 就是对 你就一个普通人 你就零基础 没关系 你就一个零基础人 然后 直接把它学会 有没有可能呢 我给你的答案 精准的答案是 每个人都可以 这个绝对不是说 类似于 激励 励志类的 这样的一个语言 因为这是 所有一切 都是可精切地计算的 我相信每个人 都可以会 而且不单止是会 而且是直接 跟美国人 有一天你会很快 可能就三年左右以后 你基本上 可能在 你现在开始 如果你现在开始 你根本不用停下来 你的手头工作 也不需要停下来 然后你也 直接接下去的话 你的生活就是 直接去 丰富你 该丰富的内容 或者知识 比如说你想要 学习任何知识 直接开始就好了 然后就接下去 所有的出现 陌生的当时 一路的通识过去 然后 碰到不懂的 你就 你就 你就给它记下来 然后 同时把语言结构理解了 然后的话 尝试着去 跟着去模范 现在就无障碍了 我相信这一点 基本上 你不用 你工作 你不需要停下来 而且就是基本上 你争取在一年 一年多左右 就开始在你 那个 所熟悉的那一块 先打开一个切口 比如说我要做树脉通 我在树脉通 而且在树脉通 这个领域里面 你自己所销售的 商品的领域里面 把它通知下来 那是很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接下去 在第二年 第三年就开始 你随着你 对知 那个英语的 越来越了解 那个磁绘量 越来越多 掌握东西越多 你就可以慢慢地往外 延伸扩展 延伸扩展 基本上三年左右 你就正常能使用了 对吧 一切都能使用了 然后只要能上路 剩下的东西 有一天你说 你会很熟练 或者说跟本地人 跟英语 以母语 以英语为母语 国家的公民 完全一样的话 我一点都不会感觉到 惊奇 而且这是必然的结果 你不停地模仿 你每天也都在说 每天也都在听 你也知道整个结构 是怎么回事 你的听力 每天都在听 每天都在说 也跟它一模一样 你根本就不存在 能不能学会英语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 每个人都要有希望 而且直接学会英语 我这一次 我出来这样讲英语的话 我的目标其实是什么 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地球村 把它理解 早期停留在脑海中的 所谓的地球村 把它变成现实 因为你知道 当全世界 华人的 目前是华人 其实我这种 很多方法 其实是 以后可能未来的话 也可以开言调 我可以 如果有人想要研究 我一些方法的话 我可以开言调 然后其他一些语系的话 如果想要在这个方面 去延伸和扩展 可能也是可以延伸扩展 但是我可以保证的就是 华人让中英文两种语言进行河流 这样的情况是有这样可能的 让世界上最大的两支语言支流的人民 公民 人口进行河流 这一点的话 我是有望实现的 那么 现在互联网时代 是吧 网络信息已经是自由的流通了 现在的话最大的 最后一块障碍 就是语言的障碍 现在我们就一起拿掉它 让我们正式的进入 立球村时代 5月28号 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